提升市民的终身学习素养 市府与技能士产职业企业总工会合作 开设AI新时代CHAT GPT能力训练计划课程 操作跟使用GPT 我们自己本身要对我们自己想要提问的部分 要具备一定的辨证的能力 也就是我们需要对于它的内容做什么呢 除错 然后再来纠正它的错误之后 希望它可以给我们更完整的一个这样的回答 培养使用者给予正确的问答模式 从基本的操作概论 GPT的模型眼镜及对话设计等共24个小时 课程一推出随即秒杀 这个课程也是谢市长非常重视产业转型 还有市民学习技能的提升 那透过教育处我们来精心跟产业工会这边做合作 那做设计的一系列的课程套组 所以第一批次其实报名非常踊跃 我们即将再推出第二批次 那希望能够透过AI跟数位的学习 协助市民无论是在未来在生活上或工作上面 或者是在学习上都能够赶上这个数位时代 赶上数位时代培养市民科技应用的能力 市长谢国良在开课第一天清零现场 表示也很想来上课当学生 这个时代变得非常快 天气气候也在变化 我们使用资讯和生活的方式也在变化 其实我很羡慕 我自己也很想上这个Chain GPT这一堂课 那我要等最近的事情忙完以后 要来做下一班的学员 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 市府致力推广终身学习素养 这一次推出的AI课程很受好评 以往我们在开课的时候 我们的学员都学得很八股 然后这个课程都很单地很无聊 但是自从我们市长 折成我们教育处来跟我们合作 开了这个AI Chapter的班之后 秒杀报名非常踊跃 因为这个是符合时代的潮流 而且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上非常有意义 科技应用能力的培养意义非凡 也让市民能在面对未来挑战时 走在时代的前端 第二梯次为六小时的线上课程 将在9月27号开课 市府鼓励有兴趣 且涉及金融的市民朋友 勇严报名参加 一起 用心学来 一起提升自身科技素养 为未来职场竞争做好准备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